大家好 在今天一樣是一個悶熱的天氣 不過今天你的感覺 會有一點不相同 有點風 而且高溫的部分 比昨天都略微的下降了 雖然中午還是悶熱 但感受起來沒有那麼的炎熱了 但整體的天氣型態說 這也就代表著 午後真雨的狀況到了明後天 將要開始逐漸的增多 所以下午如果你是在山區活動的朋友 就要特別注意 要被雨拒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 在今天的幾個觀測資料上面 出來呈現的數字 第一個 先看到溫度最高的地方 跟昨天相較之下 已經略微的下降了 板橋側站的溫度 到達了35.3度的高溫 第二個 陽光最強的地方在台東的成功 今天有沒有朋友在台東遊玩 你在台東你就會感覺到 陽光非常的曬 10分鐘皮膚就會曬傷 所以還是要提醒大家 防曬工作不能少 不過 如果有一種富足 不是把物質裝進口袋 而是把青 旭山北風的側站 在今天凌晨的3點多到4點的時候 溫度只有5.2度 所以高山旅遊 過了1500公尺以上要備外套 2000公尺以上要戴著後外套 到了這個3000公尺要戴保暖的衣服 我們的高溫的部分會略微的下降 好處是什麼呢 午後蒸雨也要開始蒸多了 感覺起來這溫度不會是那麼一個酷熱的感覺了 但要特別注意是下午的山區容易有濃霧的狀況 下午在山區活動 行車爬山的朋友都要特別的注意 接著我們來看看雨量的部分 因為今天大家可以注意到 整個天空當中有些地方的雲層 開始逐漸的發展起來 但發展的量來說還並不多 像北台灣 台北市只有在這個 靠近南邊的山區的部分 有點熱對流的發展 到了南投山區有 嘉義山區有 高屏山區有 但是平地的部分 站在雲林跟嘉義這個海邊 是在天亮的時候 海陸風的關係 而造成的對流雲層的起來 但是在白天的時候 在平地的部分 都算是屬於晴朗的天氣 不過說到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來看看雷達了 雷達上面呈現出來的目前 是在高雄 台南這邊 比較靠近山區跟平地緣之間的 這個地區有一點點的雲層 它已經逐漸的在消散當中了 所以天氣形態來說 到了晚上的時候 雲層 消散 天氣好轉 接著來看到這一張 色調強化的雲圖了 從這一張雲圖 我要來講什麼呢 來講低壓了 大家先來注意到 今天你可能從一些新聞當中 聽到說再來低壓要怎麼樣 還沒生出來 先不要緊張 因為最主要 要等它成形之後 路徑才會比較確定 我們先來看到 這裡是低壓區 這裡也是大低壓帶 關島在這邊 從我們台灣的東邊看過去 就在日本的南方海面上 這裡是低壓 為什麼呢 因為太平洋高壓已經退了 太平洋高壓整個完全東退之下 我們的天氣形態來說 也就隨著5號增雨要開始增多 我們接著用這一張彩色雲圖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北半球的雲圖 太平洋高壓的位置 已經退到這邊了 這樣看更清楚了 也可以看到 在太平洋高壓的 比較靠近南園 跟比較靠近西邊的部分 這裡是低壓區 這裡是L 低壓 這裡也是低壓在這個地方 台灣現在目前來說 這個低壓區正在發展 我們從彩色雲圖當中 也可以注意到 整個雲層的發展當中 這個大的低壓帶當中 有低壓 但是有低壓會形成 未來要看它怎麼走 最主要一點 它雖然有機會發展 但是在這個雲溪當中 至少在明後兩天的話 還比較不會有明顯的系統出現 它會緩慢的朝著一個 琉球群島的方向 這琉球群島 朝這個方向再移動 因為剛好在高壓的邊緣 但是整個雲系的發展來說 隨著它這當中會有熱帶勞動 會開始逐漸的出現 當它逐漸出現之後 我們就要來看看它未來的走向 先來注意到 目前在關島的東北方 這裡有一個低壓 另外這裡有一個低壓 整個大的是一個大低壓帶 所以未來這個低壓帶的雲系來說 這個低壓未來會朝琉球群島方向 移動的過程來說 會比較偏北 但是南邊這邊的低壓區來說 也可能會在這個地方冒出低壓來 當它出來之後 它的路徑方向來說 它會以比較偏西的方向在走 但是取決在哪裡 取決在北方的高壓 我們就來看一個時間點 這個禮拜天 當到了這個禮拜天 我們就要看這個太平洋高壓 它的強度了 因為高壓的強度 如果是偏強的話 在我們東方遠洋的低壓系統 就會可能貼近我們走 甚至更接近我們台灣上空 但是如果這個高壓的強度 沒有那麼強的話 這個低壓系統 有可能就會比較往東海方向 或者它在比較低尾度的地方 就開始往琉球群島的方向走 所以東西還沒生出來之前 不要說它一定會來台灣 因為最主要等到了禮拜六 禮拜天 我們再來看看下個禮拜 這個太平洋高壓的強度 再來決定未來有機會發展 成為熱帶擾動系統 它會怎麼樣接近我們台灣 不過以目前來看的話 大概時間點這個低壓系統到這邊 或者再更偏北一點的話 時間點大概會在 下週一到週三之間 會從大概我們台灣東方的海面 甚至接近我們 甚至往東海方向走 都會有機會 所以這個六日 你好好的安排活動 你沒有影響 但是到了下禮拜一 就要注意 還有一點 如果它有熱帶擾動系統 到禮拜五開始出現的話 那東方海面上的風浪來說 在這個週休假期 會開始略微的增大 我們來看溫度了 先來注意到 晚上溫度仍然舒適 白天仍然悶熱 明天開始會有五後震雨 在山區部分 平地是台北有 中部地區有點五後震雨 南投山區 嘉義阿里山地區 也有機會了 南部地區是 恆春半島的高山部分有 還有高雄的山區會有一些 東半部地區天氣晴 陽光很強 不要曬傷了 那到了外島地區來說 算是一個晴朗的天氣 未來一個禮拜 我們可以看到 五後震雨的狀況 禮拜四以後開始出現 禮拜五六日都有 到下週一 週二以後 開始要注意熱帶擾動了 有沒有看到 雲層進來的時候 降雨就會開始有多了 那外島地區來說的話 也是屬於比較穩定 但下週二的天氣 也會受到低壓帶影響 小叮嚀 兩件事情要提醒 上午要防晒 多喝水 下午山區有霧 行車方面 木 滴 在